小朋友們排好隊 興奮的等待進場看電影 這場連續六年 由中家寬評港獨慶連 所舉辦的公益電影院活動 收視戶只要花費銅板價50元 不僅能看到索輪上映的院線牆片 還能支持做公益 讓安德烈慈善協會 以及家福中心的大小朋友們 也可以開心來到電影院 感受大螢幕的視聽體驗 很期待 非常好 這次我覺得很期待 昨天晚上有沒有睡不著覺 有 就是睡不著覺 因為我很興奮 中家寬評港獨慶連 投入地方公益多年 善行易舉 生活市府單位和地方民代的肯定 期許能發揮拋磚引玉的效果 鼓勵更多民眾和企業加入 鄰居各界愛心 將這虎善與愛的循環 能有持續向前的動力 這樣的活動 應該讓他每年都能夠持續的辦理 特別是對孩子的一個關切 如果大家都能夠發揮愛心 然後讓這些孩子能夠感受到 人間處處都有愛 人間都有溫暖 對他們的未來的成長過程來說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一個重要的 所以我們非常的感謝 這個中家寬評 當然還有很多我們的收師傅 願意捐贈小小的50塊錢 你的小小的愛心 就讓我們這些弱死的孩子 都能夠得到 非常好的一個經驗 我想對於這次的電影 不僅是他們可以享受 重點是大家對他們的愛心 可以支撐他們 到未來長大的過程當中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經驗 我想這些小朋友 可以看電影 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奢求 也是一個夢想 但是這個奢求跟夢想 就讓我們這些企業體 用50塊就幫他們完成了 我覺得可能他們是第一次看電影 可能是在看這個手印會的時候 對他們來講是特別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 我相信很多的小朋友的 第一次看電影 也許都是在這個時候 那所以能夠有這樣的機會 來看這個手印場的電影 對很多的小朋友來講 也是一個幸福 除了看電影以外 整體的氛圍來講 我還是覺得還是最棒的 那所以我們希望這樣的活動 多多的舉辦 當然我們要感謝青年港督 不斷的散播愛心 讓這個我們今天 只要加50塊來看電影的朋友 又可以回饋回來做公益 每年這時候都很開心 來跟所有我們的收視戶 用50元來幫助安德烈 跟這個家福的小朋友 感謝這個青年港督 感謝中家 每年都辦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讓我們除了可以在家裡看寬評 還可以幫助弱勢 呼籲所有的收視戶 大家一起來做公益 特別感動 因為今天來了以後 我以為就是單純公益活動 想不到還有一個拋磚引玉的動作 就是讓大家可以付費50元 然後來到現場 那這50元也不是收入 就是不是盈利 而是邀請大家一起做公益 這是讓雅靜覺得說 除了帶孩子來享受不一樣 像平常生活可能沒辦法帶孩子來看的 親子生活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也讓孩子知道說 其實我們可以藉由小小的一個舉動 然後可以去關心更多 需要我們關心的一些社會 一些家庭之類的 實在很感謝我們中家寬評 其實這個活動相當的好 因為就像比較弱勢的孩子 他要進電影院其實是一個希望 他希望我這輩子有機會進電影院看電影 那這次用銅板架這樣來處理 讓我們的用戶 跟我們的弱勢的小孩可以一起來看 除了這公益以外 也讓我們弱勢的小孩 他的人生可以圓夢 港督把這個五十塊 投入我們的弱勢團體的部分 這次受勾勵 手運我們是非常高興 來贊助這個 哲夫唐代佬 希望說這個善的循環 能夠擴展出去 拿著爆米花和飲料 進入電影院吹冷氣看電影 或許是一種普遍受到大眾喜愛的 日常娛樂方式 但對於弱勢家庭的小朋友 看場電影 將會是多麼難能可貴的一件事 歡迎社會善心大眾 一起來五十元看電影又可做公益 讓溫暖歡樂 散播到社會哥哥角落 記者李佳龍 蘇安君 高雄報導